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情况下 井盖下都是污水和垃圾 每次走在污水和垃圾上 人的好运自然会受到阴损 三 洗脸饿风水 有人洗脸的时候喜欢用毛巾快速地擦一下脸 喜欢用水拍拍脸颊即可 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额头在人的五官面相中代表天 如果洗脸的时候不用洗脸毛巾清洗额头 那你一天的好运气还在沉睡中 要想好运气从天而降 洗脸时就不要忘记先清洗额头 四 车挂恶风水 有些人对佛很虔诚 也渴求能够得到佛祖护佑 于是在自己的车子里悬挂佛珠 佛牌 佛像等 以保佑自己出行安全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做法是错误的 车子基本上行驶在高速公路和人潮拥挤的街道上 属于嘈杂喧闹的氛围 而供佛宜安静不宜吵闹 五 晒吃饿风水 随着电子产品的发达 现在爱自拍的人越来越多 爱晒照片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种现象更为严重 那就是在吃饭之前先用手机拍照 然后上传微博 微信 最后才能吃饭 吃货们晒自己的美食照片 虽是与大家分享生活 但无形中也将自己的福禄瓜分给了大家 六 百块饿风水 有时我们在家里吃饭 如果时间充裕 我们会精心布置餐桌 摆放整齐筷子 但更多的人会把筷子随便往餐桌上一丢 或者筷子东一个西一个 将筷子长短不齐 交叉的摆放放在桌子上 这种做法是不吉利的 通常叫做三长两短 长期以往会导致自己的财气不顺 八 指加饿风水 在民间有一种说法 小手指的长度超过无名指最上面的那条线 就代表吃喝不愁 生活富足 小手指流长支甲会让自己的运气翘起来 小手指剪短支甲则会让自己的运气受损 八 降顶恶风水 无论是甜蜜的情侣还是老夫老妻之间 争吵是难以避免的 争吵后一方先道歉 一定会让彼此的关系恢复到从前 但是生活中 男人常常爱面子 不肯认错 男人不肯认错 在挂术中形成了天地否挂 否挂产失了一种由安泰到混乱 由通畅到闭塞的现象 因此要想家庭关系畅通 男人还是先认错吧 九 喝茶饿风水 有些人喜欢夜里喝茶 殊不知夜里喝茶也会坏了自己的好运气 茶叶五行中熟目 代表了一种生机勃勃 积极向上生长的上升气场 夜晚则是平静的缓慢的下沉气场 两种气流属于对冲气场 从而影响自己的运气 因此夜晚喝茶需要注意 十 断财饿风水 男人裤子后口袋要放钱 否则后无福祿 影响个人财运 大家也会有疑惑 裤子后口袋放钱或者钱包 会有被偷的可能 因此大家可以在裤子后口袋 放少量钱币 以提升自己的财富运 这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忽略 却后果严重的事 很多人竟都不知道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点个赞分享给其他人吧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